哈囉 大家好 今天就是要來錄下集 那我們上集有說到這一集是要來講 有一些最新疲憊的一些APP啊 還有一些在最新過程中可能知道的一些DMI之類的 好 那我們事不宜遲就直接開始吧 好 那我第一個想要介紹的是Facebook 大家應該都有吧 只是說現在是不是大家比較不喜歡用 因為我好像聽很多人都說他沒有 但我覺得他很好用 因為像我第一次開始得到一些資料 就是從FB的一些社團上面獲得諮詢的 我是覺得雖然FB上面一些圖啊什麼的可能沒有那麼清楚 可是一個社團裡面傳播速度很快 大家都在分享一些連結啊還有一些影片 所以我就覺得哇裡面的人就是分享資訊很多這樣子 社團的話我是加入一個比較算非公開的 就是你進去的時候他要先審核的那一種 裡面的人大家都一直互相的分享一些經歷 我就覺得看一下別人怎麼想啊 分享一下不同的想法我就覺得很有趣這樣 好 那再來就是下一個下一個是VLIVE 現在有在最新的人一定都知道這個APP 那這APP呢真的是超級棒 因為幾乎每個偶像都是在上面直播的 直播特首 所以通常這個APP你的通知一定要記得全部打開 這APP呢就是專門就是給偶像直播的 對那就是這樣 好然後再來呢是 就是Instagram就是IG嘛 大家熟悉的IG也就是 呃韓國人他們都講INS 對 那這個APP呢大部分現在的人應該都有 嗯 那這個呢比較偏向是 官方的一些帳號 你就去追蹤他們的官方IG帳號 他們就會一直發文這樣子 然後有時候會有 像我自己因為追的是那個 BBG跟就是以前GFRN的其他成員 所以他們都有自己個人的IG 所以我就是會去追他們的IG 他們會有新的貼文 或是是限時動態我就會馬上過去看 然後我就是把他們的通知權打開 以前我爆這個功能 就很久很久以前 一開始剛弄IG的時候我爆這個功能 後來呢我就發現 喔原來我可以 就是把它射成 然後他們一PO什麼東西 我就可以馬上去看 然後 再來就是 呃一個比較 可能不是每個人都會知道的 叫 UNIVERSE 那這個呢 是因為 我在追的BBG有在裡面嘛 然後 野霖也有在裡面 所以 我就有在用這個APP 那這個APP呢 它就是 也是會在上面 偶爾會在上面有 他們PO文這樣子 就是有些照片啊 有些文字 對 然後 這個APP有時候會有一些 募資 就是一些活動 就假如說 募到某個 點數 然後 它就會幫你的偶像 準備 咖啡車啊 之類的 它就是會偶爾會有一些活動 然後像之前 BBG的那個 上一次回歸 就是 下日回歸那時候的 Showcase 就是搬在UNIVERSE 是由他們負責的 對 然後 看一下 下一個是 嗯 Twitter 對 這個就是 我跟他說追星 一定要有 的APP 這真的是 要畫五個星 真的超重要 Twitter呢 它是 嗯 其實是在 日本啊 海灣那些 比較常在用 它裡面的 圖 真的都 超級 清楚 就是 4K啊什麼的 然後 呃 讚哥讚姐 也都是在 推特上面 發照片的 你可以去追那些 讚哥讚姐 他們都會發一些 很即時的一些 照片 真的都 超美 讚哥讚姐 除了會發照片 還會發一些 飯拍 對 那 這就是 平常我最新的時候 真的超常用的 APP 喔 對了 再讓我補充一下 那個 推特的部分 除了你去追那些 讚哥讚姐 以外 還有那個 官方帳號 對 那官方帳號呢 在推特上面 的 消息 基本上是跟 ig 是同步的 對 像 如果拿BBG 還舉例的話 固定可能每個禮拜 會上傳那個 begin 那 那個圖啊 在推特上面就是會是完整的一張 但是 文案都一樣 然後 除了 官方的 主要 帳號以外 BBG還有一個 就是 嗯 的那個 帳號 就是工作人員的帳號 但那也是官方的 只是說 他就是會發一些 比較是那種 通知 就是 假如說今天要 預錄 什麼 mcomdown之類的 一些舞台 的時候 還會叫 Navi們要去哪裡 集合啊 什麼時間點 集合之類的 對 應該是很多人沒有追那個帳號 那我覺得那帳號也蠻重要的 所以如果 是 Navi 然後現在還不知道有那個帳號 的話現在趕快去追 那 目前 就是這樣子 好 然後 下一個 應該 是 嗯 Cafe 那那個 App呢 它就是 我們 常說的 關卡 嗯 上面有很多官方帳號 然後 你就算不用花錢 也可以 就是 追他們那個官方帳號 然後裡面會有一些 他們的行程 就是你可以點進去 然後看他們這個 可能這個月有什麼行程 然後它都會登記在裡面 我會下載這個App 就是 除了看他們的行程以外 還會 因為我有買那個 會員 然後 我買那個會員 其實就是這個 App的 然後 如果你有買會員的話 你的那個名字下面就會 不一樣 上面是會寫一起會員 這樣子 所以 這個 就 比較 偏向是 如果你 需要知道一些他們的行程的話 我覺得 建議你可以用這個 對 大概就是這樣 需要的 App的部分 好 再來呢 我要分享 我的 TMI 在追星的 TMI 其實也不算TMI 就是 覺得我自己 自從追星之後 生活上的改變 就是我現在就是 每天就是很固定 假如說 一上YouTube 我就會 打BBG 然後看一下有沒有 有沒有新的影片啊 就是有舞台之類的 然後 大概就是有點像這樣 你只要上一些社群App 你就會想要先去看 一些追星的東西 就是現在每天 基本上都是這樣 然後 像 我下課 放學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情 也是 看我的 VLive 那些有沒有通知 所以現在就是 已經變成一種習慣 那大概就是 這樣子 其實我好像沒有什麼TMI 可以分享 我上一集都講完了 好 然後 如果你們有一些 就是 我可能沒有講到啊 你們要補充的話 就是可以在留言 那邊就是 做一些補充 這一天 看到了大家 踴躍的留言 跟 那個 訂閱我真的是 非常的感謝 喔 那我在這邊 跟大家 講一下 發片的 時間 就 因為其實我現在 課業還蠻忙的 我沒有辦法 就是很 頻繁的一直更新影片 所以 我現在 預計 抓的是 我盡量 一個月 一支影片 那 今天的影片 差不多就到這裡囉 我們下次見 再見 再見